台湾药局密度高 市场商机更是每年上看3000亿元 也让不少连锁药局 衣材在先投资热潮 继大树新衣纷纷拓点之后 现在就连电子产业也跨入生衣领域 像是加士达旗下诺贝尔 就砸下5.73亿元 取得两间药局的股权 登陆新贵的诺亚克 也在今年拿下春天药局的股权 让连锁药局基站更趋白热化 以整排里郎满目的商品 你想得到的药品保养品 都能以战式构足 以让台湾药局密度逐年增加 近年来更是涌现了投资整病潮 2023年全国药局总数是突破1万家 超越龙头便利商店 商机非常庞大 不只是美妆零售纷纷卡位 就连电子产业也要来抢攻银法族市场 像是加士达旗下诺贝尔 在扩大盈域规模 打算砸5.7亿元 投资专品以及荷康药局 另外登陆新贵的诺亚克 则是在今年拿下春天药局 47.5%的股权 甚至就连药妆品牌 也持续连锁规模化 不止区城市 康世美大树药局持续展店 像是以一才起家的信一 本身只有49家药局 三有药妆Thomas 则是拼年底前展店制 21家门市 在展店选择的部分 我们除了看准大型商场的人潮 据点也会选在交通节点 上班族还有学生族群的购买力 也是有一定的水准 毕竟台湾连锁药局 一才通路每年商机高达3000亿元 加上药局产业 拥有低连锁率高本益比优势 也让这块大饼越来越香 但想要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扩大经济规模 就是一大策略 其实很多的药局通路 它开始在整病小的通路 10家20家这样的整病 为什么是因为 当你的通路规模量 要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做相关的服务 不止连锁药局持续拓展市场 还有新的投资者 前扑后继的抢劲 但现阶段还得面临高房租 和药师缺工两大挑战 未来药局通路站如何发展 还有待后续观察 记者副议员张明华台北 参谋报道